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酥丸子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酥丸子外酥里嫩,非常好吃,做法也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首先把绿萝卜切片 再切成丝备用 胡萝卜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备用 小葱切末备用 水开放入绿萝卜和胡萝卜 焯水两分钟左右捞出 捞出的绿萝卜和胡萝卜过一遍冷水 挤出萝卜多余的水分 把挤干水分的萝卜剁碎 不需要太碎 这样就可以了 萝卜中放入葱末 炎 盐适量 鸡精适量 胡椒粉 胡椒粉适量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适量面粉,搅拌均匀 面粉不要一次加太多,分批加入 直到萝卜可以捏成团就可以了 锅中油温6成热下入丸子 小火慢炸 丸子定型后慢慢的翻面 直到金黄酥脆捞出就可以了 全过程大概需要4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的酥丸子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特别好吃 既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当虾韭菜 好了,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